今天试驾的是东风本田的全新私域 也就是第11代的私域 那肯定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辆车在动力、外观、内饰都是全新的 那它的驾驶感受是不是全新的呢 那我当然现在我没开过肯定不知道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去试驾它一下 不过呢这次的试驾时间啊非常的短 所以我觉得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咱们就赶紧走起 满心期待的上了这辆车 结果呢还有点失望 今天一共有六台试驾车 有六家媒体 偏偏不巧 我们选择了一辆低配版的车型 织布的座椅 塑料的方向盘 还是稍微有些失望了 不过呢让我觉得啊这样也好 因为我们往往在参加试驾活动 试驾新车的时候 厂家提供给我们的都是最顶配的车型 或者是高配车型 很少有提供低配车型 今天我觉得正好有这么个机会 来体验一下低配车型 而且我觉得低配车型很有可能是 这一代思域非常主流热销的一款车 这思域啊一直在强调它的运动感 操控性 但我觉得啊这种运动感跟操控性 主要体现在我一坐上车的时候 因为它重心低坐姿低 方向盘的角度也很合适 另外呢这方向盘的握感 别看它材料不好 它握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但我觉得真的开起来这辆车 其实并没有太强的这种运动感 因为它不是一辆性能车 就是一个1.5T的发动机 变速箱还是CVT的 也没有双离合 但是呢跟第10代思域相比啊 动力是有一点点提升的 最大马力已经到了182马力了 而且啊这代思域它整个它都是配备了1.5T的发动机 只不过分成了高功率和低功率两个版本 那低功率的版本呢 就是完全取代了上一代思域的那台1.0T三缸的发动机 那我们试驾的这台呢它是高功率的版本 变速箱呢还是CVT的 在这种日系的CVT的变速箱的车型上 尤其是这种小排量的发动机 当你去急加速或者是深踩油门的时候 发动机的声音呢会很响 转速呢提升的很高 但是车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种缺点呢在这代思域上呢 还有 但我觉得它进行优化了 首先它的声音不再变得那么吵了 另外呢这种油门的响应啊 加速感的体现 我觉得比上一代更积极一点的 另外呢就是这台车呢 配备了S挡 并不是通过屏幕或者是排档杆旁边去选择驾驶模式 那这代车型呢 我觉得思域车身的稳定性 整个操控的体验呢 还是比较运动的 我觉得这个底盘的调校 真的是有一定功力的 整个底盘呢对路面的贴合感比较紧 不会受路面的颠簸和震动 产生比较大的车身的起伏 或者是晃动 始终贴合在路面上 而且啊这辆车的转向的指向性 方向盘的阻尼 也都是让人觉得力度呢刚刚好 不轻也不重 开起来呢有一定的这种轻松感 但是呢它又不会说牺牲 你驾驶方面那种操控的灵活性 底盘转向系统的调校 包括动力响应 发动机变速箱的匹配 这都凸显出来本田这个品牌 在这上面深厚的功力 除了操控之外呢 最大的变化就是这辆思域 装配了非常全面主动安全保护 包括一些智能化的配置 尽管我们试驾的这辆车呢 是一个低配的车型 但是呢它在主动安全的一些配置上 还是不马虎的 它有车道保持 包括自适性巡航的这些功能 也都得到保留 它能够灵敏的监测到 你在路上行驶的各种状态 比如说车辆稍微有一点点跑偏 或者是压到路面的线上了 前面的全液晶的仪表盘 会给你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叫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驾驶上 同时纠正方向 我觉得这是思域这款车型 在驾驶上能够带来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 第11代思域的车身长度 是4674毫米 宽度是1802毫米 高度是1415毫米 相比第10代思域 长度和宽度分别增加了 16毫米和2毫米 高度降低了1毫米 从细节的设计上看 第11代思域的车头更加简洁了 取消了原先在中网位置上 大面积的镀铬装饰 车灯的造型也更加的狭长 车灯的边缘也把日间行车灯 整合在了一起 就是整个车头看起来 没那么强的厚重感 车灯也是换成了矩阵式的LED大灯 照射的范围更宽 更远 也可以根据车流的状况 进行主动的光照范围的调节 重新设计的侧面的造型 也是比较明显的 第11代思域的腰线更加的水平 通过两个车门下方向后上扬的线条 来营造出了运动感的侧面的造型 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第11代思域对轮拱做了滚边的工艺处理 让人从正面或者后面来看这辆车的时候 轮胎的外表面跟轮拱 它处在更趋向于平面的位置上 跟车头与侧面相比 车尾的造型变化就非常大了 我觉得第11代思域看起来像是正八景的轿车了 尾灯的造型就比较常规化 它就没有了第10代思域那么明显的特征 另外在高配的车型上 后备箱盖的外延上还有一个压尾式的尾翼 在日本市场思域是一个coupe的造型 到了中国市场 彻彻底底的变成一辆标准的三项车 我们就看看行李箱 整个行李箱其实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500升的容量 在这个级别的车型里 这容量也真的不算小 里面也非常干净 规整 门槛的高度 包括开口其实也都不错 但是我还是觉得材料的问题 在这个备胎上面的盖板 现在基本上在 包括自主品牌的盖板 很少能见到这种材料了 所以这东西我觉得 真是为了节省成本 做的还是稍微有点过了 而且这东西用时间长了之后 我觉得这种损耗的程度就比较大了 跟外观相比呢 我更喜欢的是第十一代思域的内饰的设计 比方说10.2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 9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 再加上蜂窝网面的空调出风口 整个仪表台呢 看起来非常的简洁 同时呢又有科技感 而且整个中共区域的功能的布局 也非常的合理 它保留了实体按键和旋钮的空调调节 尤其是旋钮的手感非常好 挡板的造型就显得有些传统了 挡板的后方呢 集中整合了ECO模式的按键 电子手刹还有自动驻车的这些按键 前新一代的思域呢 它将这个人机交互系统 升级到了Honda Connect 3.0版本 也就是目前本田最新一代的 人机交互系统的这个车机版本 在这个系统中呢 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这个智能语音的 识别的一些功能控制 做得更加的完美了 所以呢 它能够识别的准确度更加高了 因为它的启动的口令是 你好本田 你看 现在就说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再试验一下 你好丰田 在呢 哟 我应该说本田 看见没多智能 全新的思域啊 它在外观内饰上 有一些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变化 还有一眼看不见的变化 比如说它把车身的重心降低了 提升了整个驾驶的视野 它在前边的引擎盖 连着A柱的这里叫上一代思域呢 下降了25毫米 让你整个前方的视野更加的开阔 并且它的座椅还可以放得很低 低配版的车型 它的座椅都是手动调节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不是一眼看能看得见的地方 就是它的安全性 比如说安全气囊的配置 方向盘 副驾驶的安全气囊 以及A柱的前排的侧气帘 包括后排也有一个侧气帘 甚至在下面还有一个西部气囊 在这个车型级别里边 能配这么多数量的安全气囊的车型啊 思域还是算是比较不错的一款车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后排的乘坐空间怎么样 一下车我发现啊 它重心低 它真的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因为你的脚往外一伸 就很轻松的就踩到地 手也是很轻松的就能够摸到地 所以这种也是思域能够带来 很低的重心的非常直观的体验 不光是驾驶席的座椅的位置低 我发现副驾驶的坐姿也非常的低 而且呢脚步空间非常的大 再加上非常低的重心和座椅 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呢副驾驶下车的也非常的方便 既然给前排的乘客提供了非常宽阔的视野 那后排的乘客呢 其实思域也是给了更加宽阔的视野的 主要是体现在侧面 它把车窗的下沿向下降了35毫米 侧窗的面积就觉得更大了 同时呢头部空间 你看这个后边 它是把车顶有一个向上 隆起的这么一个小的设计 让人有更好的后排的头部空间 这辆车呢 它因为把轴距增加了35毫米 后排的腿部空间呢 这么看觉得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还是稍微多了一点点的 因为它主要是把增加的轴距啊 放置在前面的座舱了 后排呢增加的这个比例呢 会稍微短了一点点 但是呢后排的其实腿部空间 我觉得大概有一个10厘米的 这么一个空间呢 也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那整个乘坐的舒适感呢 我觉得织布座椅的柔软度啊 支撑度还是不错的 坐垫的长度也非常的长 基本上都能把大腿都能承托住 但是我还是要吐槽 它的一下这个材料 门板内部也是织布的 上面都是硬的塑料 然后后排呢空调出风口没有 USB电源没有 中央扶手箱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那今天呢对全新一代的 思域的试驾时间比较短 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啊 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这辆车呢不光是在外观 内饰的设计上有了全新的变化 在动力的体验 以及操控的感受上 它还是依然保留了 思域的传统的运动型的操控 另外呢它通过加长轴距 扩大车内的乘坐空间 以及丰富了这些车联网的功能 人机交互系统啊 以及主动的安全的配置 所以呢这辆思域呢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能够迎合 现在时代的潮流了 但我觉得呢 如果拿这辆车跟同级别进行比较的话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思域最大的特点 还是它非常明显的运动化的操控感 另外呢由于增加了这些丰富的功能呢 也是在整个合资品牌中 占有一定大的优势的 综合来看呢 思域价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毕竟现在整体的紧凑级车的价格 已经拉得非常低了 对于这辆全新一代思域的价格 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辆车呢在我们试驾的时候啊 它现在并没有公布价格 那么在9月24号 这一代全新的思域呢 会公布它的正式售价 届时呢我也想请大家 如果对它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一同来关注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只为爱车的你 感谢观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